安天宣布报 是9900K已经超频至5.4级赫 而3800X仅超到了4.7级赫 3700X虽然超频 仅比3800X低了100MHz 但是跑分却缩水了不少 看到这里我就想到了 3800X的TDP是105W 比3700X的65W高了不少 而更低一档的3600X分数就更低了 但是这个分数已经甩开了 二代2700X不止一截 果然苏玛成不我气 三代锐龙成了 转过头来看看英特尔的两款10纳米处理器 其中i7 1065机器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四核8线程频率仅为3.7级赫的它 居然拿到了639的高分 称得上是莫妙圈 英特尔之前给出的IPC提升18%的数据 好像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另外一款ES处理器虽然稍逊一筹 但也足够亮眼了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还只是移动版低电压的i-SLEAK处理器 相关产品将在第三季度上市 不知道桌面版的i-SLEAK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小伙伴们觉得英特尔时代酷睿算不算革命性的一代呢